大家好,又是King King看城的時間 今集我們說回日出看城四月份的成交和趨勢 日出看城四月份成交61宗 比對三月份整體79宗是跌了18宗 但當中的平均成交赤價是相約 都是介乎16,001元左右 我們先說說首都 首都在四月份成交10宗 比對三月份13宗是跌了3宗 但當中的平均成交赤價是相約 介乎14,001元左右 好,第二期領都 領都在四月份成交是18宗 比對三月份20宗是跌了2宗 而當中的平均成交赤價也是跌了 三月份13,001元 四月份12,300元 跌了700元左右 第三期至南天 四月份成交4宗 比對三月份8宗 都是跌了4宗 平均成交赤價 三月份14,300元 四月份14,500元 平均成交赤價是跌了200元 第四期進海 三月份成交是14宗 四月份17宗 升了3宗 而當中的平均成交赤價也是跌了 三月份18,800元 四月份18,800元 是跌了800元 接著我們到第五期 馬尼布 馬尼布在三月份成交是14宗 而四月份只跌了12宗 其實跌了12宗 但留意當中的平均成交赤價 是升了接近一成 升了1,600元 三月份成交平均成交是17,800元 但四月份已到19,500元 以上成交都未包括進行 都說說進行 進行三月份成交19宗 四月份成交大約20宗 升了1宗 而平均成交赤價也是升了 三月份13,500元 四月份13,900元 大約升了400元 總結,康城站依然是低水 平均成交赤價也算是1,600元 我預計五月份成交量也是保持高水平 因為當中也有不少戶型 以及不少樓價的選擇 各位買家有買就親快了 如果大家對日出刊成有任何查詢 歡迎PM或WhatsApp我 我是阿K